台湾人很喜欢吃火锅 而看准了火锅一年可以有百亿的业绩 现在呢两大上柜连锁餐饮的咖啡业者 也要进军这块市场 而我们的记者直击现场之后发现 他们的火锅店生意真的好得不得了 都已经过了午餐时间 下午两点多接机三点 火锅店门口还是挤满了来吃午餐的人 门口老兄拿到的号码牌竟然是93号 一开始没那么多人啊 我后来人那么多我是偶尔才来拍一次 因为他们随时都那么多人 真的不夸张 还有这位小姐拿着手机猛别落 只因为还有一个朋友没到 就算排到位置了也进不去 有一个人没到然后就要等他 我已经过号 就还是要人到期才可以进去 上柜牛排业者转站火锅店 打着金字招牌走平价路线 吸引消费者上门 为了不让客人等太久 还在门口订出规定 一次最多四元入场超过再领牌 另外要是过号或是圆梅到期 都得再重排 看卷天冷火锅商机大连 咖啡连锁业者也将在今年11月 进军火锅市场 可以看到位在中山区的店面 还在赶勾 赤字5000万的装潢走 宗甲位路线 一锅要价5到600块 主打古代帝王养生秘方 麻辣酸菜白肉老火汤 三种火锅锅底 天气冷嗖嗖 上柜餐饮业者不约额同 都看准了 火锅的商机会越来越旺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即将参考 punk Cho mmm 事 黄 乘